真情台湾 那么根据媒体报道 目前非洲东部四国 包括伊索比亚 索马利亚 南苏丹以及肯亚等地 正处于粮食危机 那么更有超过350万名的儿童 严重营养不良 那么长期关注在救援工作的台湾世界展望会 目前也正号召国人一同响应救援的工作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就邀请到台湾世界展望会 企业关系发展部的主任 郑维斯郑主任 大家听众朋友了解 究竟目前东非的状况是怎么样 而他们的救援行动又会如何进行 主任你好 圣连好 还有所有全球台湾4.0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谢谢 主任我们刚刚在开头提到了 现在目前东非四国正处于一个粮食危机 那么可以先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到底目前这些国家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会发生凉荒的原因包括哪些 根据我们最新的紧急救援的资料显示出来 现在东非四国包含伊索比亚 南苏丹肯亚跟索马利亚 现在需要人到救援的人数 已经攀升到2500万人 那因为经过一年半的整个圣阴现象 持续不断的干旱 以及气候变迁导致的这个高温 那其实在这些受灾地区的深处跟农作物都因此而死亡 那在这些国家 他们是以畜牧为生的人民 他们不仅是失去他们的经济支柱 那也更丧失他们自家主要的饮食来源 那因为缺乏干净的水 然后儿童跟居民他们会受到祸乱跟其他传染疾病的威胁也大幅的增加 此外因为这些缺水缺食物 所以会导致一些争夺水 食物各项资源的这个冲突 在这些凉荒的地区持续的增加 所以听起来大部分是因为天灾的问题吗 还是说其实当中有一些人为的部分 是其实造成这次的凉荒 大概有其中几个重要的因素 包括刚刚提到的天灾干旱的部分 还有一些冲突跟一些政府治理不佳的多重的因素 对所以现在有2500万人受到影响 那特别其中有350万名的儿童 他们目前是面临到严重的营养不良 那我们知道很多东非国家内部的战争冲突 其实他有非常根深蒂固的原因 并非是短短几个月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那在这些种种人为的问题当中 最为脆弱的其实是那些 拥有最少能力改变事情的人 也就是所这些儿童跟妇女 长者跟伤残的人 所以这一群最脆弱的人 也就是展望会最优先救助的对象 是 不过我们刚提到的国家当中 我手边资料看到 缺粮问题最严重的是这个伊索比亚 那这个伊索比亚 这个国家他们当地的现在情形 到底是怎么样 目前东非国家面临缺粮最严重的是伊索比亚 他们目前全国有560万人处于粮食危机的状态 那伊索比亚他现在正面临5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所以刚提到就是在当地的一些放牧的居民 他们从去年的9月开始就有因为牧草跟水源不足的状况 那这几年来的这个干旱 然后雨季的不稳定等等这个现象 让这一些的那个旱象的问题加倍的严重 那过去在这个地区的居民呢 他们都是在附近的水源地水池来牧养他们的牛汁 但是因为干旱的问题 他们必须要离家去寻找水跟牧草 那在当地的这些人家他们也有 因为实在是找不到这个水源 他们可能就是在河边挖这个湿的这个沙地 就试着希望可以从当中有一些水 可以让他们几乎骨瘦如柴的这些牛汁 可以有一些水来喝 但是他们非常担心 最后可能连这些水他们都无法取得 所以不仅是牲畜连人的性命都饱受非常大的威胁 是 所以这个问题是这个环环相扣的嘛 因为缺水然后导致这些牲畜 它可能长得就营养不良嘛 是 要卖也卖不出去的价格崩跌这样子了 是 不过我们市展会 我知道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设立据点嘛 都会安排一些志工或者是童工 进入到这些地区来提供一些协助嘛 那我可以请你为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市展会在这些地区 主要是进行哪些工作 尤其是在他们的这个饮食 或者是儿童教育的问题上面 是 世界展会我们在全世界有需要的国家 都有设立我们的据点 那针对各个国家的一些需要 我们会提供像是教育发展 然后水资源 健康医疗 粮食保障 然后儿童保护 社区赔利跟生计发展等等的方案 是 那在食物的部分呢 我们会透过一些粮食的援助 包括跟农粮署 或者是一些国际性的组织合作 送白米 到这一些缺粮的国家 另外我们也会结合一些乙公代证的方案 让居民一起参与 然后可以获得这一些粮食 来提供他们日常的所需 那针对一些儿童 我们会有一些营养喂食的方案 然后针对一些比较急性的这个饥饿的儿童 我们会有提供他们一些特殊的一些营养包 那另外我们也会给予他们一些农业上的支持 让他们在种植方面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收成 来促进家里的一些需要 然后甚至他们可以有机会做一些经济的收入来源 在学校的部分 教育的部分呢 我们在这一些落后国家 也有提供一些方案进行校舍的修建 然后提供这一些学校教材跟教具 那也有一些课程来培训师资跟社区人员 来提供当地的孩子一个好的一个教育环境 是 所以我们的方案是针对这个不同国家 不同的需求 提供不一样的一个计划的内容吗 是 没错 所以像这个南苏丹 我看到是说你们有包含这个改善一些水资源 还有卫生嘛 是 然后这个索马利亚的部分呢 你们这个除了刚刚提到的水资源之外呢 还包含了这个营养健康等等这样子了 对 就会是各个国家有不同的需要 我们提供不同的方案来作为回应 不过我们刚提到这东非四国来讲的话 目前我们已经都陆陆续续的提供一些援助了 那到现阶段的话 目前的成果是怎么样 我目前在这四个国家有执行 像是粮食援助 然后营养治疗 物资发放 生计水资源的一些服务工作 那希望可以带给这些儿童跟家庭一些转机 那目前透过我们的粮食援助跟一些生机服务 已经有76万人受益 然后另外有17万人获得营养跟健康的援助 有28万人可以获得干净的水 跟卫生设施 另外有29000名的儿童 他们得到了儿童保护跟教育辅助的服务 那另外有3万人获得一个临时的知所 跟生活的物资 那我们世界长会在这一场灾难当中 我们的目标是要救援270万人 那目前我们服务的工作 已经触及超过100万人 是 所以慢慢影响 这个层面就会扩大了 不过我这边看到是说 你们在肯亚地区 也在这个计划区里面 针对水资源的问题来进行协助 那这部分我们是怎么样进行 目前有没有些成效出来 针对肯亚的部分 我们在当地的计划区 是有发放净水订 让他们有干净的水 那部分地区 我们有在进行水井的修复或是建造 我们也有安排送水车 进入到计划区里头 然后也有提供净水器 以及给予学校水箱及水器等等 那除此之外 我们在偏远地区也在进行筛检 找出营养不良的儿童 然后针对有一些轻微疾病 或是急性营养不良的儿童 有提供治疗的服务 那我们的计划是希望 在未来一年内 可以帮助肯亚15个省份 共约25万名的平民饥饿的 这些孩子跟人们 所以那个我们计划是一整系列的嘛 从水资源健康 然后到甚至医疗的部分都涵盖了嘛 就是在他们生存所需要的各方面的需求 我们都希望可以提供协助 是好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所直播的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真请台湾单元介绍的是 台湾市展会所进行的国际援助工作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 台湾后 台湾后 你在唱什么啊 我在收听央广全新带状节目 全球台湾4.0啊 全球台湾4.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啊 全球台湾4.0 带您从经贸 科技 文化等面向 重新认识台湾 举番市台湾软实力 前进新南向 参与国际合作 以及独步全球的技术发展 全部都有哦 所以全球台湾4.0 也让大家了解台湾参与国际的贡献咯 没错 每中一到中午晚间9点30分 全球台湾4.0 带您重新认识世界 也要让世界看见新台湾 0800-880-699 空八空空八八空六九九啦 0800-880-699 对不起 对不起 台湾的听众这只电话迟到了 即日起 央广为台湾听众准备了免付费电话 请记住这个号码 0800-880-699 只要开放现场勾令 台湾听众都可以拨打这只电话 完全免费哦 免费哦 0800-880-699 空八空空八八空六九QQ 免费的啦 好嘞嘎 免费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所直播的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真请台湾单元 邀请的是台湾世界展望会 企业关系发展部的主任 郑维斯郑主任 带听众朋友了解 他们所进行的国际援助工作 不过昨天我们在上阶段提到 市展会多年来对一些国家 来进行一些援助 那不过从去年到现在 外界也一直很关注 这个叙利亚难民的问题 那可以请谈一下 就目前我们市展会所掌握的讯息 在这个难民儿童的部分 他们状况是怎么样了 从2011年叙利亚的内战爆发以来 有大约500万人是逃离叙利亚 那其中有一半的人数是儿童 那其实暴力问题在叙利亚 已经成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但是在2016年的10月到11月当中 儿童在叙利亚死亡的人数 就是占超过20% 那在2016年的上半年 共有750起侵害儿童的案件 包括了残杀杀害或者是 招募儿童成为儿童兵等等 那专家就表示 至少有370万名的叙利亚儿童 他们除了战争之外 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而且有在叙利亚境内 有580万名的儿童需要被保护 所以我们市长会在这部分 主要是提供哪些援助 市长会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 就开始在当地 以及邻国收容叙利亚难民的 一些邻近国家展开我们的救援工作 那这些工作当中 包含了粮食跟物资的发放 然后一些水干净水的提供 还有一些卫生的这个方案 然后另外这些孩子 因为离开他们的国家 或者是可能没有办法去上学 我们也透过一些方案 去让他们有继续受教育的一个机会 然后希望能够帮助这一些儿童跟家庭 他们的这个生存上的这个需要 然后让他们可以恢复比较正常的生活 主要是提供他们这个生活 还有教育的这个协助的部分这样子 不过提到叙利亚 我相信听众朋友对前一阵子 这个当地有这个毒气攻击的事件 还是很记忆犹新吗 那那事件发生之后 我们市长会在这个部分 有没有派出一些人员来协助他们 在今年4月4号 这个叙利亚的孩子遭受毒气攻击的事件 它主要是位在汉切洪这个地区 它是在伊德利布省的南部的城市 那其实台湾世界长王会 我们主要的进行的工作是在伊德利布省的北部 也就是在阿勒坡市的西方的这个乡村地区 那所以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区域进行工作 包含了难民安置的工作 在这一块服务的区域当中 有50万名的叙利亚的境内的难民在这里 那所以我们从今年的1月开始 有针对在阿勒坡市邻近的村落 有将近10万名受战火影响的儿童跟妇女 社区居民我们提供一些基本的民生用品 包括像是饮水 然后床垫 卫生包 然后因为就是当地的天候的关系 我们也有提供一些保暖的用品 像是燃油 暖炉 毛毯 还有一些医疗用品 像是一些初级照护的药品 急救包等等 还有就是一些儿童教育的用品 是 那我们之后也会针对这些安置处所的一些 医疗系统 卫生 系统 饮水 资源 公卫教育等 提供一些建设设备跟人员的培训 所以听讲我们的这个救助的工作 慢慢的开始一阶段一阶段 慢慢的上轨道了 是 不过我们在这个援助工作上面 因为他们那边毕竟是一个比较 战火平人的地方 那我们救援工作上面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或者是问题的地方 那现在在俄叙亚西北方 还有刚提到的伊德利部省 然后包含就是我们工作的阿勒坡这个地区 都是还是处在交战的状态 是 那在这样的状态下 其实会影响找回工作人员的安全 以及我们救援物资的一个交通运送的问题 那我们根据调查有显示出这一些受战火影响地区的 宿利亚儿童有超过三分之一 有持续性的营养不良 所以在食品营养跟卫生的这个基础照护上有迫切的需要 对 那总而会作为一个人道救援的机构 虽然目前没有办法把这个和平带进宿利亚 但是我们希望可以持续透过我们的工作 像是提供教育 然后饮水食物跟卫生系统 触及照护等等 可以去减轻这一些在叙利亚当地受到战争影响的孩子 去减轻他们受到的一些伤害 对 那我们持续会透过我们的工作来进行倡导跟发声 是 希望和平终有一天可以到来 就是看我们能够提供多少援助 我们就尽量提供给他们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台湾的部分 我们台湾每年都会举办这个饥饿三食的活动 那我知道今年七月份也要开始了 那目前大概陆陆续续进行一些前置的工作 但是我在读资料当中发现有一项是这个 博图坎的晚餐一个发声行动 那这项行动是主要的目的是为什么 那进行方式是怎么样进行的 其实我们一直认为 拥有足够的食物跟营养 健康的长大 那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应享有的权利 但是很不幸的是在全球每九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 那博图坎其实是一个伊索比亚七岁的女孩 那她也是其中的一个没有办法拥有足够的食物的一个孩子 那因为博图坎她在伊索比亚这个家乡正面临了旱灾 刚刚我们也稍早有提到的 那原本她一天可以吃两餐 但是因为现在旱灾的原因 她一天只能够吃一餐 那博图坎其实也是一个小女孩 那她每天写完作业做完家事之后 她就会跟村里的小朋友一起玩半家家酒 是 他们就会想象说 他们就是开了一间咖啡店 在享用很美味的点心 但实际上他们就是用半家家酒的小杯子小碟子 然后里面就装一点点的水或是树叶 他们就想象说他们在享受美食 可是这些食物呢 它不是真的 也没有办法填饱肚子 对 那其实像博图坎跟这一些面临凉荒的小朋友 他们其实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够吃饱 是 然后并且也不用再为担心下一餐而烦恼 对 那所以我们一直认为每一个人 特别是孩子都应该享有所需要的食物 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大家一起来改变 博图坎跟其他基儿儿童的一个命运跟未来 是 所以我们发起了这个活动 就是当我们跟亲朋好友一起聚餐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邀请博图坎到我们当中 所以我们就把今天邀请博图坎来用的这个餐费 我们可以捐出来投入基儿三食 是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捐款 我们就可以帮助像是东非或是修雅这一些需要食物的孩子们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能够把聚餐的照片拍照 然后上传到个人的脸书或Instagram 是 然后可以hashtag博图坎的晚餐 然后让更多的朋友 然后知道这个活动 然后一起来加入来响应去帮助这些孩子能够获得足够的食物跟营养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透过这样一个形式活动 然后从自己开始出发嘛 一直扩及到身边周遭的亲朋好友这样子来响应这个 博图坎的这个晚餐的一个发生行动嘛 我们希望就是让亲友的聚餐可以是变得更有意义 然后是可以改变这些饥饿孩子的未来 那主任周有点时间我知道今年饥饿30活动刚提到是在7月会办嘛 那现在有没有预定的日期是怎么样呢 我们在每一年的饥饿30大会是 我们今年是定在7月15 16 6日两天 那我们今年是一场三地 所以会分别在彰化县力体育馆 高雄巨蛋体育馆跟花莲县力体育馆 总共我们希望邀请三万名的饥饿勇士 一起来做参与我们的大会师活动 是 7月15到16 然后在高雄彰化花莲同步进行嘛 那有没有这个 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多了解这些相关资讯的话 有没有哪些管道可以知道 如果大家想要针对这个活动的讯息 或者刚提到的相关东飞的讯息 想要进一步的了解 都可以透过台湾市业掌会的官网 来进行了解 或是我们的粉丝团 有更多的咨询提供 是 我们的市长会的官网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脸书的粉丝团 上面都有相关的信息 会陆陆续续的发布这样子 那如果说有任何希望 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有进步了解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21751995 都可以获得更多的相关资讯 是21751995 那这个相关的这个资讯 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 也可以跟这个市长会做联系了 OK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邀请的是台湾世界展望会 企业关系发展部的主任 郑维斯 郑主任 带来听众朋友了解 他们针对东非国家 以及叙利亚难民孩童等问题 所进行的援助工作 那目前呢 市长会 也正在号召国人一同响应救援 那么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呢 想要多了解 也可以上台湾世界展望会的官网 来进一步获知相关讯息 那么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 也要再次感谢郑主任 感谢听众朋友 分享您的援助计划 先谢谢您哦 谢谢